兄弟们,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不知道各位对于小金牛的印象是什么 没出来之前感觉强无敌,出来之后弱的一批 还不如塔尔塔罗斯呢,甚至还输给了利布特 就算是小金剑也没输给利布特啊 对此大家非常的疑惑 因为毕竟之前海报出来的时候 小金牛的位置可是C位啊 但现在怎么能就比侧边位的小金剑拉呢 阿泽之前一直都认为是版本狗贼吃书乱改设定 毕竟他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不只是我这么认为,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但是阿泽今天发现了一个东西 这是2021年9月远古发布会上的一个片段 在一个空间中,所有的多元宇宙都以一个个球体的形式出现着 当镜头划布每一个多元宇宙的时候 我们都能听到守护在那个宇宙中的奥特曼的声音 这里我们听到了银河释放的宇宙奇迹光线 罗布奥特曼变身 还有欧布雷霆勋章的变身 突然,某一个宇宙中散发出了一道金光 金光开始移动 碰到的宇宙都直接灰飞湮灭了 而这道金光的最终目的地便是地球所在的宇宙 而在地球上,媒体还在报道着上空突然出现的光芒 相关的专家还在说可能是遥远的超新星爆炸所引起的 但明显能量要超过了超新星爆炸 当专家和主持人准备再联系现场记者的时候 事情却突然发生了转变 现场记者已经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并且摄像师也扔掉了设备逃命去了 远处的金光逐渐显示出其真正的模样 正是小金牛 但此时的小金牛有一些明显的不一样 显得霸气十足 但在我通过翻译软件将他们的话术翻译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惊心的大秘密 我们仔细看啊 这个小金牛一直在闪烁位置 但都是基于我们听不懂的情况之下 但如果我们把下面的日文字幕翻译之后 比对一下大家就会发现 这里居然在对话 我们看一下时间线啊 这个是在2021年9月25日播出的 而在同一天 奥特银河格斗3的PV也正式公开 给出的设定是 迪亚波罗是和塔尔塔罗斯同等实力的怪力战士 但事实情况是什么 距离的迪亚波罗怎一个弱姬可以形容 而这个地方的迪亚波罗 别说塔尔塔罗斯了 就这个画面表现出来的水平 我觉得诺亚来了 都得挨两个逼懂 最后的重点来了啊 这个画面中的小金牛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少说了四个字 没错 唯一能试吹他身份的四个字 迪亚波罗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出现的小金牛 可能不是迪亚波罗 也许他的名字 就叫阿布索琉特 没有后缀 就像初代奥特曼 其实就叫奥特曼 他是初代阿布索琉特 但实力上 可能是最强的阿布索琉特 也就是阿布索琉特之王 这里简称小金王 这样的话 这张图就能合理且完全的解释 为什么金牛能在塔尔塔罗斯的后面 真正的占据CV 外面的 迪亚波罗可能只是这个小金王的分身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同为究极生命体 理论上应该是不死不灭 但偏偏现在出现的小金牛 只有五条命 是不是因为他就是不纯粹的阿布索琉特人 他的五条命都是来自于阿布索琉特心脏 而这个阿布索琉特心脏 有没有可能他的意思 不是阿布索琉特一族的心脏 而是这个初代阿布索琉特的心脏 初代阿布索琉特 也就是小金王 因为要闭关 所以把自己的心脏用来给迪亚波罗维持力量 但把分身变成实体的这个技能 初代阿布索琉特也只不过是留了五个在心脏上 所以小金牛有五条命 同为金人异族的强者 大家都有各自的大招 唯独小金牛需要去D60行星上 去偷取一个宇宙幻兽拳 来形成他现有的大招 我们再联想一下 塔尔塔罗斯释放全工具绝对毁灭的时候 有一个一直被大家吐槽的点 那就是 小金剑还在下面呢 这样不会把小金剑杀了吧 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塔尔塔罗斯清楚的知道 迪亚波罗已经被打成心脏了 而这个心脏是初代阿布索琉特的心脏 自己打不破 小金剑也是纠结生命体 不死不灭 自己都不需要担心 所以才会痛下杀手的 才会敢释放这个超大范围的纠结技能 最终我们来树立一下 我推测的整条故事线 真正的金牛就是阿布索琉特一族的王 但是苦于自己的星球核心不稳定 马上就要爆炸 所以他选择闭关再次提升实力 但在闭关之前释放出了一个分身 并给他取名字叫做迪亚波罗 但这个分身没有什么实力 小金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心脏给到这个分身 让这个分身拥有了一定的肉体实力 但是还是没有技能 为了能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塔尔塔罗斯不会出现人手不够用的情况 他首先用自己的力量 捏了一个阿布索琉特心脏 给迪亚波罗装上 让他有了五次容错的机会 同时让迪亚波罗去第六龄 学习宇宙幻兽权 在学成归来之后辅佐塔尔塔罗斯 先一步寻找相关信息 并且为绝对一族寻找出路 所以小金牛是必然会死的 会死在雷古洛斯手上 但是呢 但是呢 这毕竟是一个分身的所作所为 并不代表本体的想法 最终两族的和平相助也就是能完成的了 毕竟真正造成破坏的只是一个分身 雷古洛斯杀了这个分身 大仇得报 绝对一族也只是损失了一个 不痛不痒的分身单位 绝对一族也只是损失了一个 不痛不痒的分身单位 奥特一族心怀怨恨 最美好的大结局来了 我的这个猜测呢 整体来说概率比较低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大家看完开口的那个片段 如果认同的话请点个赞 不认同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和我对线 我们下期再见